中国的这些城市化城市病 但城市化西方可能走得更早 走了这么多年 在美国那里可能有多种模式 做一个镜像值得参考 对 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 它有纽约模式 芝加哥模式 还有洛杉矶模式 纽约模式 纽约模式纯商业化 然后洛杉矶就是服务业 芝加哥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做的工业化 那么到最后 福务业杂志连续三年推出 美国最悲惨城市的百行榜 像中西部城市 像芝加哥这样城市占据主导 他们通常就有工业化制造业的基础 他们说不少上榜城市 就中西部像芝加哥这样 正在艰难的度日 一方面高失业率 二一方面面对什么制造业的衰退 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的城市是同一化 有一年我在杭州出差 我在CBD那一站 抬头望过去 我以为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因为在东莞 对 因为中国城市都是一个样子 同志化特别严重 他们不会像区分定位 就在我看来 中国的城市化其实有一个问题 它不像美国一样 美国那么多经验可以学习 它分定位 分不同主流的市场 分它的城市规划 我们就是同一化 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建一个CBD 高楼大厦 对 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 但是我们在观照美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人家先发咱们后方 就是很多刚才咱们聊的城市病 这个城市化中的很多阵痛 他们是不是自行削减呢 这是我们媒体的一个想象 因为我 你晓得我们那么喜欢讲什么恶心的话 你知道就是什么 城市化是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在发展中自行决心 那我呸怎么可能吗 什么胡说八道的 那什么意思知道吧 就说是哎呦 市场经济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我就以纽约为例 当时我就在纽约 在纽约转型的阶段 就在1990年前后 你知道吗 当时在1990之前 是个黑的市场叫丁秦氏 那个是极其无能 你知道吗 哇纽约是搞的吗 搞个什么天翻地覆 每七个纽约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拿社会福利的 而且他们到处凶杀案了 大家都不敢住在纽约了 因此在那个时候呢 三分之二的人想搬离纽约 那也是你城市化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城市治安太坏了 对对对对 这个原因是吧 但是1990年朱利安尼当选市长之后 哎 好了 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用政府力量强势主导 改变了这个纽约市的一切 把这个所谓叫灭绝之都啊 什么芙兰大苹果这种自来 歇隆纽约市做180大转变 做什么大转变呢 他非常有意思啊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学习 叫做什么破窗理论 什么叫破窗理论呢 微小的犯罪会导致大犯罪 一直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做呢 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酒后驾车 啊 水底小便 强制洗窗 无灶街头摊贩 出租车乱收费 街头涂鸦 比如说42街的色情生意 全部进行严厉的打击 最后发现了 打击小犯罪之后呢 从而使得大犯罪呢 立刻大幅下降 纽约市的杀人案件 下降了70% 抢劫案件下降了68% 汽车盗窃 减少百分74 枪击案减少百分71 纽约自然连续好转 连续6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你看 一个市场 政府有作为 对政府有作为 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你纽约市来看的话 不是不能做 而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要做 你要让生活更美好吗 你不是搞硬件建设 不是搞工业化 我们前面讲的不是你要做这个事儿 而是要像朱利安尼一样 你把我们老百姓最关键的治安问题解决了 交通问题解决了 房住问题解决了 住房问题解决了 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 这是纽约提供的一种经验 那么我们刚才说芝加哥 因为教授刚才强调说芝加哥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但芝加哥走到今天 工业化产生了很多问题 工业化失败之后 它是怎么转型的 你看 美国目的 评级机构 对美国各城市的经济多元化程度进行评比 芝加哥竟然是95.1分 满分之100分 排在全美国第一位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过去一个纯粹以制造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城市 最后转型成为一个多元化城市 十年之间 1990年到2002年之间 芝加哥 它这个服务型经济比重 立刻大幅增长 十年之间的服务业 就业岗位增加了82% 达到57万人 芝加哥地区共有外资企业3400家 提供了就有感觉24万个 就说怎么样 这个城市绝对不会说停在工业化 而是发现工业化出了问题之后 他们做积极的转型 用政府的力量 让工业化 从一个纯粹制造业 变成一个慢慢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当然了 它的服务业肯定不能跟洛杉矶比 肯定不能跟纽约比 可是你晓得 它正在做一个推动大转 没谁推动的 政府推动的 因此千万不要跟我讲说 从发展中解决问题 我讨厌听这个话 好吧 你必须由政府一个有为的政府 解决老百姓最痛苦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纽约市如何解决饭做问题 芝加哥市如何解决所谓的 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的问题 值得我们各级政府参考 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的非常具体的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关系的话题 你能不能解决 好吧 也就是说未来城市发展很简单 工业化必须转向服务业 好吧 那么怎么转向 政府要必须有套好的规划 好吧 你不要老是给我盖高楼大厦 不要老是招商引资 把天天搞建设 这不是我们关切的话题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老百姓更关切什么 自然问题 交通问题 房租问题 住房难的问题 小孩子上线安全的问题 这问题你也都要给我解决 你这些问题 我摆在政府台面上 你解决这问题可不可以 这算是城市发展独流问题 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来说 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 这个问题要需要钱来解决 钱从哪来 土地出让金 招商引资 所以又回去干那个事了 对 但是我跟你讲 他们改变不了这种思维 我跟你讲 在朱利安尼接任之前 1975年一直到1990年时候 你们发现纽约市几乎破产 它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可是你晓得 当你把犯罪问题解决了之后 大量企业搬进来结果 你就有税收了 因此你就富裕了 所以你不要用钱来做借口 你不做事借口 你只要愿意做的话 你把自然改好 交通改好 什么改好之后 企业自然进来 企业自然能够赚钱的话 就能够收税收 你有什么不能收的 你没都能做到 你有什么做不到的 其实你回过头来看 整个世界范围的城市化的浪潮 包括从当年英国开始的第一波浪潮 还有美国那个北美的第二波浪潮 还有所谓发展的 第三波浪潮 你会发现 之前我们刚才聊的几个城市病 他们都经历过 包括英国那个公共卫生的一个危机 包括刚才教授说的美国的一个 包括治安的一个混乱 包括交通的堵塞 英明的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 他不是说看你交通堵不堵塞 是不是顺烫就好了 他看的是你招多少外资 看的是你有多少 就写在那里落地 对GDP到底多少 那他怎么办呢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通病 你比如说交通堵塞 咱们随便拿这个话题来说 泰国 你看那个曼谷那个堵车 曼谷的堵车 现在媒体把它评价为 就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你看三个月之间的900个孕妇 在轿车上分辨 就在路上分辨 根本都不得一员 当然这是无能的政府了 好吧 我们谈谈有为的政府吧 新加坡堵不堵车 香港堵不堵车 都不堵车 为什么 举个例子 你说在新加坡 你进市区多交费 新加坡的交费机才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买收费 但它不是 它是直接一个 一个什么电子仪器 直接扣款的 你进市区 进市一百块 就不想进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管理的办法 那么香港呢 你发现 我们经常去香港 你晓得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路这么窄 你为什么不塞车呢 它车速还特别快 特别快 对不对 我们的高速公共车速差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管理的问题 你要晓得 我们各级政府 一旦碰到塞车 它怎么解决问题 想不想的 立刻拖宽马路 拖宽马路 立刻搞四环五环六环七环八环 怎么知道 而且大家完全不理解 这就是管理的问题 我们应该 苏伊安里做的好 就是他把用管理问题 来解决问题 而我们不晓得是管理的问题 最近我看北京 要拿出13个亿 要制堵 专项制堵 而且要做各种的什么 智能化的这个红绿灯的设施 但你发现 在中国内地这些大城市 繁华的城市里面 堵车 耗了精力 耗了时间 损耗了GDP 对GDP的一个负伤害 这个是很多 国外现在的这个城市化 你知道为什么 现在城市电台 生意好了吗 他们广告增加了吗 因为堵车人多了 教授知道 中国最牛的 广告最牛的媒体 是哪一家吗 北京交通广播 几十个人 创造了六个亿的广告 一平平起来 比中央电台还牛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 提了个概念 叫健康城市 它不主张说 一个繁荣的城市 一个高速的城市 快节奏的城市 而是一个健康的城市 其实我觉得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如果说健康城市 应该有老百姓 每一年来投票 对市委书记市长 投票对你的市政 满意度怎么样 如果生活加上这一条 老百姓满意度非常重要 一直就来个什么 来个一年投票一次 一个区投票一次 一个城市投票一次 这个多好 给老百姓 给大伙的压力 他就干这个事了 有个像话叫说 您知道在中国 有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 这样的一个大的规划 中部的真心 对 这些地方的官员 都去国外考察过 认为这个考察回来 就是城市化建设 要有关心的形象 亮丽的建筑 然后很有很大的 那个外资的招牌 这是城市化 结果走入一个误区 而且我这边有个数据 我念给你听 从2000年开始 西部大开发 实际投入的 这个产出比持续下降 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 所创造的GDP 从过去的3.83 跌到了1.32 而东部地区 目前仍然是2.44 那么欠发达地区 投入产出 投入多产出少 导致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且当地居民的收入 和沿海地区差距 也不断拉大 从储蓄总额来看 2002年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的差距 是3.13万亿 到了2007年 扩大到6.26万亿 五年中 整整扩大了一倍 我请问你 美国中西部 为什么不开发 这不是中西部 开不开发的问题 而是中西部 根本不可以养这么多人 你投资极其无效率中西部 你不如把这些 投在东部沿海 然后怎么样呢 让大量人员 比如说搬到东西南岸去 让他们享受城市化的幸福 让他们享受这种 高附加价值的生活 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的景象 东部沿海是一种景象 刚才我们聊的 还有西部呢 刚才说除了高速公路建设之外 现在很多城市化建设 是伪城市化 就是很多市民 还是扛着锄头 还是做农民 还是有土地的 这么一种城市化建设 所以不同的景象 但又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刚才我们聊的很多国外的景象 其实又有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说 人家比如说德国 比如说欧洲 他们采用的方式 比如说就地城镇化 他们不追求那种大都市 大都市的概念 中心城市的概念 而是把很多村落 或者这个城市的远郊 卫星城 发展成为一个城市 我们不一样 我们目前有很大的误区 你知道什么 什么叫做很大的误区 举个例子 很多人认为说 取消户籍制度之后 农村什么低速 直接搬来 很多搬来城市里面 大量的潮水 搬入城市 造成很大的负担 你晓得吧 这都是胡扯的 我们自己实际数据来看的话 浙江的湖州 够先进了吧 从2001年3月份 放宽 这个城市屋口之后 短短两个多月 来了7867人 办理精神手续 但是属于亲友投靠 为6719人 占总数的86% 靠家庭来帮助这些人 所以中国这个家庭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来亲属投靠 而不是这么单独 一个人就进来的 不是的 而且7岁到16岁的学龄儿童 超过70%以上 他们是小孩进来 到城市念书的 这个是主题 教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中国的城乡一体化 还不成熟 因为很多人还享受不到 城市的教育 他得不到应有的对待 所以说今天不是说 你要不要城镇化的问题了 而是我想请问你 人家为什么把小孩 是最重要的 人家为什么把小孩 送到大城市来呢 因为你城镇 根本就没有这种配套 连小孩的教育 你都做不到 农村做不到 一般小城镇做不到 只有大城市才做得到 因此就是为什么 大家想搬进来的缘故 而且是70%都是小孩子 所以你想 你会发现 这么多人进来 6000多人 85%的人 靠着家庭来支持他们 家庭有多重要 而且进来都是学生 来念书 为什么 除大城市之外 其他小城市根本就不配套 你怎么做城市 你怎么做城镇化 你怎么做城镇化 你做不了的 你必须大城市的话 这是目前的现状 因为叫大城市 提供这么好的配套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很多人认为 比如说我们刚才 逆城市化发展之后 干脆像你说讲的 干脆搞城镇化算 你在城镇化来做算 包括当年 那个乡镇企业 这个所谓叫进场不进城 离土不离乡 对 那乡镇企业 对对对 干脆你就搞个什么 上海市之后 搞个什么小微星城 干脆你们就农民来这边算 这是活着八道的事 你晓得为什么吗 发达中国家 都是按照人口的自然规律 流动的自然规律 来发展城市的 我那个数据给你听吧 巴黎只占2%的国土面积 却产生28%的GDP 德国汉堡 人均GDP 是东北部 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两倍 总GDP是100倍 但是两个地区 德国汉堡跟东北部的 德国的两个地区福利是一样的 因此住在汉堡也好 住在东北部也好 你福利是一样的 这就是城镇化的问题 你可以住在东北的小城镇 没问题 因为你福利化是一样的 整个配套是一样的 像美国那样子 这个土地肥沃广阔的国家 一般的人口 集中在5个州而已 它有51个州 只只有5个州而已 百分之80%的美国人 居住密度区的面积 从1900年的占国的面积 25% 降到如今的17% 好了 东京呢 占全国人口41% GDP占18% 首尔呢 韩国首尔呢 人口占全国25% GDP占24% 那么中国呢 上海的GDP 也不过只占4.4% 你和什么这些相比 你差的太多了 那我请问你 人家是先进国家 人家为什么发展大城市呢 因为一个自然的人口流动 必须留下大城市 因为你附加的城镇 他的配套是不够的 这是中国为什么 我们看这个数据 为什么小孩子 希望到大城市读书 因为你的配套是不够的 你甚至你乡下 跟城镇的教师的素质 都永远不如大城市 对 所以其实城市化有两种 一种叫高质化的城市化 一种叫低质化的城市化 如果说很多配套跟不上的话 其实是现在叫低质化 前不久媒体探讨的一个概念 叫拉美化之忧 对 就是当人均GDP 比如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 可能现代化会有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或者走向一个快速的 更加完善的 人均GDP都不谈了 而另一个角度走向拉美化 比如拉美的贫民窟 严重的犯罪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还没有贫民窟吗 就是因为我们家庭的力量 好吧 你碰到困难的话 家里帮助你什么什么 家庭都什么的 有家庭存在的话 我们还没有贫民窟出来 但是我跟你讲 只要家庭 你只要持续这么走下去的话 就很可能走向 像加尔戈达一样 像印度一样 这点我很同意 中国的亲友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拉美化 你晓得是什么问题吗 那就是这个城市 工业化一开始 就变成城市 房地产在拉动城市 回头再来补育工业化之后 到最后你发现了 我前面讲的 第一 他根本没有做到 芝加哥多元化 第二 老百姓的问题 一个都没有解决 包括我刚讲 治安等等 一个都没有解决 包括就业 对 反正就是配套 都没有解决 你光是做硬件 投资之后 到最后就拉美化 拉美有个硬区 他都不去说 他其实是以为人口多 就是城市化 所以拉美整个城市 人口特别大 中国好歹 还是要考虑一些 搭配和就业的问题 贫民库的百万富 在哪诞生的 印度 印度的城市化 也是这样子的 人口多 他认为就城市化了 结果发现人口多的 他无法去解决 包括了人体的那些垃圾 他没法处理 包括了就业 住房 拉美化的贫民库 也就是由于 缺失了就业 没有与就业对接的 一个快速的 但是我们到底 哪个城市 谈到城市化的时候 我们让农民工竞争的时候 我们想到了一个完整的 系统工程的就业配套 你想到了吗 我请问你哪个城市 想到 除了我们少准一个城市之外 早期深圳和那个 包括沿海地带的 一个城市开发 它是因为结合了 产业转移 有这个机会 所以安置了很多农民工 但是如今我们要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就是啊 这是个挑战 那我问你 就业机会哪里来 我记得当时04年 我在安徽采访的时候 那个熏城市的 市与书记叫方宁 他写过一本书 跟我谈过 说的就是那个 中小城镇化的财政问题 当时我们谈到一点 就是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意思就是说 如果城镇化 能够真正的解决 农村到城市的过渡的话 那么意味着 它应该也会 发展的比较快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它的基础设施 能不能跟得上 另外一个就是 它能不能解决 大多数人所关心的 教育等等的福利问题 问题它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所以中国根本就 还不到城镇化 还不到逆城市化的阶段 比如你看 我们在讲 其实邓小平 他是非常睿智的 他当说什么 沿海地区城市优先发展 它这个发展 确实造成了 30年改革开放成功 这我们不能否认 而且你看 他提出这个策略 和欧美国家是一样的 大城市的发展 这是一个必然 一个历史的必然 就是目前中国 就是大城市发展的阶段 因为它的配套是最好的 只有把大城市配套 做好了之后 你不是光盖高楼大厦 因为我们前面讲什么工业化 拉动城市发展 不是的 而是你要解决 老百姓的困难的问题 让它的配套更完善 好吧 比如说 我刚刚讲的 治安啦 环境啦 垃圾啦 这个旧学啦 还有什么房租房啦 这个住房的问题 都把它解决掉 好吧 让大城市更完美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对吧 然后呢 慢慢呢 一些有钱人 会像美国一样 欧洲一样 慢慢搬出去住 然后搬出去住之后呢 慢慢它的配套也会起来了 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 让这个富人的配套呢 变成更中产阶级化 然后呢 公司搬出去 工厂搬出去 然后慢慢形成一个 所谓城镇化 好吧 就到这个配套都完善了之后 你才能够谈到 中小城市的城镇化 到这个阶段呢 我们还 我们还差得很远 如果你是外资企业 你去城镇那边建厂 固然说土地便宜 但是很多你跟不上 电 水 劳动力 就配套都不行 都跟不上的时候 所以你想想 为什么一定是 大城市 你把它问题解决了之后 但是我们目前 连大城市问题都没解决 好吗 所以想逃离北山广 也是很难逃离 很难逃离 而且我们的大城市啊 我们现在只在盖房子 工业化堆积起来 大城市 例如房地产 再来回来反补工业化 好吗 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到 像芝加哥一样 慢慢把它变成服务业 好吧 甚至我们也没有 像纽约一样 把你的困难问题解决掉 我们连大城市的话 都还没做好 你谈什么 其他根本是不肯 有了好多城市病 其实还有一个病 我还没来得及谈 就是所谓这个能源短缺 资源不足 甚至包括垃圾围城 就是我刚讲 这个问题政府都要解决 我把这个问题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政府要如何解决 大城市的问题呢 那就是大城市 不能有工业化来拉动大城市 也不能靠 大城市发展靠房地产 作为支柱也不可以 因为房地产虽然可以反补工业化 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它会像芝加哥一样慢慢解体的 好吗 一直政府从大方向来讲话 必须像芝加哥一样 多元化 高搞这个服务业 从小的方面来讲的话 你刚刚讲所有问题 包括什么治安 环境 还有这个资源 垃圾围城 什么安全的问题 小孩上学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出租房的问题 你全部都要解决掉 你把这问题解决之后 第一个阶段完成了 然后呢 城市配套都好了之后 富人移出去了 然后中产阶级移出去了 工商也移出去了 然后城镇开始了 就是我感觉 这就是美国的模式 欧洲的模式 如果是按美国的模式走的话 逆城市化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如果按中国模式走的话 逆城市化 就是不公平 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其实讲白了 如果真的是因为 城市的太多问题 导致他们不得不逆城市化 那是他被动选择 不是主动选择 那时候人都离开了 城市的凝聚力体现不出来 人才效应体现不出来 那时候谁在建设 那个时候最大的受伤的 不是农民工 而是被城市化绑架的 中产阶级 所以两千多年前 亚里士夫就说过 说人们为了活着 而聚集到城市 为了更好的活着 而留存于城市 但现在走到今天 两千多年后 我们发现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病 各种各样的弊端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地活着 就需要可能刚才教授说的 更多的一个城市建设 城市化的一个配套 他在公元前五世纪 还说过一句话 城市规划是个艺术 而这个艺术是由 那个米利都的建设者开始的 当时你知道吗 当时那个公元前479年 米利都被波斯军队给抢劫走了 15年之后归还 就是那个 45年还还给他 建筑师他抢回来了 建筑师他规划的时候 他规划原来只能容纳几千人 而后呢 发展十年之后 可以容纳八万人 整个城市规划 居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种规划 因此到现在 可能已经失传了 固然可以说 现在人太多 问题太复杂 我们规划不好 但想一想 欧美城市 经过百难年的这种城市化 这么好的经验 你为什么不学一学 你放弃那种工业化吧 虽然我们说工业化跟城市化 是个孪生子 但是有必要切离开了 本身我们有后发的优势 因为我们看到历史维度上 那些发达国家 很多悲惨的故事 但是 只有我们这个节目 才谈到历史 好吗 我觉得我目前的规划 是从来不记取别人的历史的 还用工业化来拉动城市发展 这太可怕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最不喜欢看到 就是发达国家 那些城市化的悲惨故事 在我们这个国土上 再次上演 而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有非常现实的 一个当下的意义 因为你看 最近北京发布了一个 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 研究报告 他给了一个判断 他说十二五期间 就是2010到2015年 将是中国城市发展 最关键的时期 也是中国城市病的 多发期和爆发期 所以我们聊这个 以城市相关的命题 在当下是具有时效意义 而你放眼看整个世界 现在世界的一个方向 叫什么 叫城市复兴 联合国就是开了一个会 会议确定了 21世纪人类奋斗的 两个主题 一个叫人人有适当的住房 还有一个是 城市化世界中 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发展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一再讲的这个问题 城市必须可持续化 但在第一点 中国目前达不到 比如说世界范围内 它指出了一个 叫城市复兴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所谓复兴 就是因为城市有病了 城市有了现在很多 很凋敝的地方 所以它要复兴 它讲的话 确确有点启发 就是说是城市要怎么复兴 我刚刚我们这节目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服务业 芝加哥模式 对不对 在我的想象中 其实所谓的 从工业化转换成服务化 就是一个更有人情味的 一个城市 而不像现在很多城市 工业化冷冰冰的 对啊 它是中寮 你找不到银行 找不到小卖库 就是工人进来之后 打个工 然后就像到旅馆住一样 在工廊里面住一样 简单的生活 这不是文化 这不是城市 而且一到夜晚 整个街区就没有人了 这太可怕了 通荡道的街区 对 你没有文化 你没有灵魂的 这个城市 这里面有一部分的 逆城市化 是因为找不到爱人 然后离开了这个城市 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 逆城市化的一个现象 但你刚刚说的那个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 我们看过一本书 叫那个 John Raider写的 他说那个题目叫 Cities 就是城市 里面谈到说 城市是一个文明的产物 同时也是个危险物 它会吞噬 它的边界的土地 其次呢 整个全球的城市面积 占地球的不大2% 它消耗的资源 占全球资源的75% 那就是城市 但城市应该是 解决很多问题的 一个手段 它应该不是一个麻烦 只是看我们 怎么去建造这个城市